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及未来营运 维扬等计划仍然充满许多疑虑 纷纷咨询市长林又昌 市长也逐一答询回复 基隆市长林又昌即将在今年年底卸任 但是基隆市议员对于基隆捷运到底盖得起来盖不起来 还有八堵到基隆段要不要新建呢 以及未来营运维扬会不会变成基隆财政的前坑等问题 仍然充满许多疑虑 纷纷咨询市长林又昌 市长也逐一答询回复 之前的南港到八堵段 我们编的之前中央讲的大概是400多亿 其实我问了新北跟台北 其实整条路线要加起来 真的要只有南港到八堵 就要将近应该要600多亿以上 在中央的预算短缺了200多亿 这也就是柯文哲讲的 说根本就盖不了 因为短缺的200多亿 循着原本可归的这个脉络下来 所以他会用425亿来做这个匡列 至于你提到的600 600的部分 其实在会议上面并没有去听到这样子的一个数字 当然我们要讲的是说 就像市府大楼一样 越晚盖越贵 越晚盖越贵 因为这个物价等等 包括人工等等 他当然会 这个最后他可能会上涨 那其实基隆人都一直在期待说 这个基隆 这个基隆捷运等了30年 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便利通勤 可是如果只定案到八堵 那只是完成了市长 你占一半的政绩而已 其实多数的市民会觉得是说 只定案到八堵 根本没有办法来完善通勤 地下化的话 一公里 应该至少是50亿以上 至少 50到80 至少 那八堵段到基隆段是3.7公里 所以大家可以乘一乘 3.7如果乘以80的话是多少钱 这个其实就是问题之所在 如果有开发收益市 有机会可以增加 如果有新的人口成长 有带来新的税收 拿出四算来 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 我们没有人看到 在没有看到的情况之下 市长不是要触你眉头 才会回过头来说 他到底会不会是前坑 这件事情大家都担心 你说高雄捷运 有没有亏损呢 有 但人家是六都 我们是吗 今天如果基隆市亏损 基隆捷运如果亏损 新北会帮我们负担吗 因为目前 解开区周边的范围 还没有做最后的一个划定 第二个是 他的土地使用分区 也还没有做最后的确定 还有他开发的一个强度 比如说他的农机 还有他的建壁 这个都还没有做最后的确定 那必须要等这些 全部都确定之后 才能够进行 这个财务的一个试算 那这个综合规划里面 必须包括刚刚在讲的这些的试算 所以在综合规划完成之前 这个东西一定会出来 那目前因为还没有 还没有到这个阶段 所以还没有办法 有一个非常确定的一个成果 能够跟各位来做报告跟说明 现在大家都担心亏损 跟营运的问题 很奇怪 在别的县市盖捷运 好像都没有这个问题 那为什么在基隆 大家特别特别在提这个问题 其实捷运并不会亏损的 捷运的整体的建设 并不只是在票价的一个收入 从来交通的建设 都不是看那个票价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铁路 台铁其实亏损的更严重 可是台铁必须要开 捷运的建设 最重要的是能够带动 整个都市的一个发展 那另外也让都市的 整个的一个运作的效率 更为提升 所以交通的建设 不是算那个票价 而是要看 它对整个城市 所带来的整体的效应 刚才市长也提到的 实际上运量并不代表 你可不可以赚钱 的确就像彰化县一样 彰化县呢 它八年来 彰化的高铁 八年来还了六十五亿 而呢 它每一年 每一天 它不到 它甚至不到两千人来搭乘 最多就两三千个人 最惨的时候呢 不到两千人 所以它绝对不会是因为运量 让它有钱来还六十五亿 那是什么让它有这么多钱呢 那就是厂站特区 也就是可以开发的 利用整个站体 可以开发的这个区块 高铁的特区 那高铁的特区 跟我们的捷运厂站不太一样 因为这个高铁的特区 是当初 它化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域 但揭开区 可能不会 也没有办法 像这个高铁的那个车站 那么的大 它最主要是以捷运站 车站为主体 周边一定范围 然后我们现在基本上是 尽量希望 以国公有的一个土地 来进行相关的一个规划 所以包括 捷运站的一个 场子的一个选择 也都是从这个角度在思考 为了帮忙单身男女早日脱单 基隆市政府举办单身男女联谊活动 第一梯次选在庆安宫举行 50名单身男女拜月老 系上红线 参加互动游戏 最后有7对男女配对成功 双手合十 虔诚的祭拜月老 拿着红线回家 希望牵起姻缘 拜完月老 也向妈祖祈求 一切平安顺利 就用过去离婚率高 胜浮五年前 开始举办单身联谊活动 大受好评 也成功配对不少参加者 步入礼堂 对啊忙上班 然后手指头伸出来都是OA 都做黑手 所以很少女孩子会想靠近 我看FB来的 我觉得还蛮新奇的 心目中的对上 有缘就好 今年的单身联谊活动 是迈向第六年 前面五年其实火炬成效 也很多市民朋友来报名 然后因为参加这活动之后 认识了他未来人生的另外一半 那像今年我们的联合婚旅就有三对 是在这几年因为参加单身联谊活动之后 然后认识 然后在今年来参加我们的联合婚旅 那显现其实我们办这个单身联谊 对于未来提升基隆的结婚率 甚至未来生育率都是有选择的帮助 参加者也到火宰山休闲咖啡馆 透过活泼互动游戏让大家享受悠闲的下午时光 现在因为所要是少子的原因就是大家也不怨婚 那不怨婚的理由很多 那很多大概是因为很多青年男女 因为工作上的关系 或者是本身业务比较防茫 没有时间认识到未来的一个办理 那透过这样的活动 希望让我们更多促成更多机会 让我们的基隆市民 不管是工作在这边或居住在这边 都有机会认识未来旅办 那推展这个怨婚热身豪养 一向是金融市最近这几年 非常极力在推动的一些政策 那发展一个幸福产业 也是未来这个田律产业 也是金融市政府目前在推动目标 我想这边也呼吁好朋友 下个礼拜 9月2日还有另外一个提次的 单身会训练业活动 也鼓励大家踊跃来参加 最后在月老加持下 总继有7对男女成功配对 政府线上满满祝福 能够找到人生伴侣 记者黄少铭金融报道 今年夏季全台陆续传出 学生细水意外 基隆市政府教育处 为了推广学生亲近大海 学会水域安全知识 特别和海洋大学合作 在小亭码头举办熔洲版竞赛 同时也在岸边宣导 旧逆五步防逆十遭的自救守则 船上学生奋力向前滑 绕过红色坐标 往终点冲刺 过程超紧张 学到就是下水前要先准备好户具 户具好才可以下水 这边不但好玩 但重要的是为了安全 所以我们要穿上救生衣 然后要听从教员的指示 去玩这个船 为了推广学生亲近大海 及水域的安全知识 基隆市政府教育处 和海洋大学合作 在小亭码头举办龙舟版竞赛 暑假期间有一些水上的一个旱事 所以基隆市特别强调 水域安全的重要性 所以今天的活动 在水域安全上面 有关救逆五步防逆十遭的议题 在基隆市是非常重视的 那我们也鼓励孩子 要到安全的水域来进行水上活动 那尤其像今天我们海洋大学的 我们的游艇码头 也就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水上环境的一个空间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有趣的活动 然后以及水域安全的宣导 让基隆市的孩子在水域安全 每年都可以平平安安 国立台湾海洋大学是以海洋主体的研尖大学 那今天能够举办这个水域安全体验 还有气味竞赛 海大有专业的设定 跟良好的辞职 我们很乐意跟教育处 共同举办这样的活动 让大小朋友认识海洋 亲近海洋 然后呢我们利用海洋 它真正弱使我们海洋城市的一个空调 小朋友玩得超开心 也学到如何保护自己 活动总共有32所学校 超过500位师生参加 同时岸上也设有摊位 透过生动讲解 宣导救逆五步 防逆十招的水中自救 防逆知识 过这样一个活动 然后再把这个救生的宣导 安全的宣导导入在这个活动当中 另外我们也在岸上也设置了这样的一个 水域安全的宣导的部分 还有自救的宣导的部分 以及游泳池的清水体验池的部分 让小朋友们更接近大海 更接近海洋 更接近水域 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样一个多元性的活动 把水域的安全降落到最低 让大家在欢乐愉快的环境中享受大海 台湾四面环海与海洋密不可分 透过区位的龙舟板竞赛 让学生爱上海洋 同时也学会水域安全的重要性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抓住夏天的尾巴 欣赏闪亮亮的海景风光 9月24号礼拜六 一起来基隆市外幕山走走吧 全国万人见走大会吃 健康乐活 来就送精美经验品 现场还可以抽大奖 9月24号上午8点 与你相约在外幕山渝港前广创 此云寺药师佛店 历经两年策划开光启用 药师佛大殿内设有神佛尊相 必赌木科解王的辉宏庄严 不少信徒专程前来点药师佛灯 祈求身体健康 消灾严寿 欢迎民众来此云寺药师佛店参拜 感受发喜 各位朋友请注意 土地如符合地价税自用 及减免规定者 请记得于9月22日前提出申请 错过要再等明年咯 民国97年才开始启用的 此云寺大悲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席于金星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妨进到大悲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独特样貌 跨国数位平台对台湾新闻媒体 影响越来越大 台大新闻研究所 攜手中家宽评 举办新闻产业与平台责任论坛 邀请产观学界代表 探讨两者之间如何取得平衡 文化部长李永德也出席座谈 表示政府必须一起面对 相信透过公众讨论 政策上会更加的清楚聚焦 打开网页输入关键字 就可以浏览相关新闻内容 数位平台崛起 改变了新闻资讯的流通方式 更严重冲击新闻产业 台大新闻所在中家宽评赞助下 举办新闻产业与平台责任论坛 邀请产观学界进行交流 文化部长李永德也出席座谈 并表示文化部的立场很清楚 就是支持新闻付费 这些大新闻到底在台湾 它获取了什么利益 或者是说讲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到底它在台湾的营额有多少 我很意外的 我问了很多的部会 相关的部会 竟然都不知道 这里面有包括社群平台 搜寻平台 还有OTD平台等等 这个有各种不同的营业模式 这些营业模式 他们有的比较共通的就是 他们在台湾可能设一个公司有奖税 可是这个不代表它全部的营业 不代表它全部的营业 到底全部的营业到底多少 有没有办法掉出来 当然这中间各种模式 包括政策建议 有很多不同的模式 文化部我们基本上很清楚的地方就是 我们支持一定要复会 新闻复会 但是如何去谈判 如何去复会 复会了以后 如何去分析 什么样的模式 就是尊重 那么大家共同讨论 会中还发布一份 针对平面新闻产业进行的调查报告 并邀请场观学界代表 探讨新闻业与数位平台的合作模式 论坛主持人之一 前政务委员郭耀黄表示 在跨国数位平台的影响下 必须寻求新的产业生态 才能提升新闻媒体的竞争力 新闻产业跟大型平台的关系 也不只在媒体认论的问题 那我们知道 就是新闻的产业 它的品质跟言论自由的问题 是包括是公益性的 就是一个国家 这个言论自由属于公益的价值 那媒体认论是属于私益的问题 那今天的论坛 我想大家可以从公益面跟私益面 一起来探讨 让新闻产业跟大型平台 彼此之间呢 能够产生一个共识 那看看如何共荣发展 那我想新闻产业跟大型平台 不是完全在对立面 而是必须要寻求一个 大家可以继续往前进的 一个新的产业生态 那我想今天呢 我们也期待政府 能够从这个怎么样促进 新闻产业的数学转型 来加速来推动 其实这个议题很复杂 它牵涉到我们的新闻业 它也牵涉到这些大型平台的业者 那同时因为从我们 从国际的经验发现说 因为这个议题 我们的传统的媒体 跟跨国平台 议价能力是不对等 所以其实各国都需要 政府的积极介入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邀请了相关部会 甚至于是在之前 在政委时期 主导这个议题的 跨部会的协商的 郭耀黄政委 请他来主持这个政策的讨论 那很开心 就是说这些各方的业界 跟学者专家都愿意一起来 进行这个议题的讨论 会中专家学者也认为 数位平台不再只是协助媒体 曝光新闻 而是扮演筛选新闻内容的角色 不只让传统新闻产制模式发生变化 甚至对言论自由与民主发展 造成负面影响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 在台大新闻研究所举办的论坛中 针对数位平台对平面新闻产业的影响 发表一份调查报告 显示数位平台的崛起 不仅冲击台湾新闻媒体的发行量 对产制内容也造成极大影响 双方必须开启对话 研移出完善的分论 或是付费合作 才能共融发展 台大新闻所举办的论坛中 首度公布了一份 由跨校学者组成的计划团队 进行了研究调查 从产业概况影响层面 到政策模式等各种面向 剖析数位平台 对出版业新闻媒体的影响 这一次的调查报告 就是包含台湾的杂志跟报纸 我们发现最主要 他们受到平台的 第一个是在产业上面的影响 第二个是在内容上的影响 在产业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因为整个数位环境的改变 让传统的这一些 不管是纸本 或是广告的营收都下降了 然后遭遇到非常大的 一个经营上面的困难 另外可以看到的是说 在网络上面 他们能够取得的 无论是直接的广告 或是来自平台的分论 都还是不够的 这个是我们看到 在经营面发生的最大的危机 那在他们的内容面上面 我们看到最大的危机 大概就会是演算法不透明 然后以及对内容的一些筛选 让这一些 我们看到过去杂志或报纸 没办法独立自主的去完成 我们所谓的第四权 这样的一个角色 他没办法独立的监督政府 独立的去监督这些大的企业 那在新闻的这个产制上面 就会流于八卦化或是琐碎化 那这个对于媒体的 不管是产业或是他最后的 这个社会功能 都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冲击 论坛中针对如何与跨国数位平台 进行谈判议价 公平会委员洪才龙 也分享澳洲与纽西兰的经验 提供台湾制定规范的参考 澳洲当然是有立法 去年立法 那就是说要求这个数位平台 跟他们的传统媒体进行议价 然后比较有趣的是 那个纽西兰是没有立法 然后但是就说因为 由他们的传统媒体的公协会 然后出面跟他们的竞争法机关 提出申请 什么样的申请呢 就是联合行为的事先许可 的一个豁免 联合行为的一个责任 由他们一起来集体谈判 然后没有立法 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一旦通过了 然后数位平台 Google跟你说 到时候就一样要 跟这些传统媒体来做 谈判跟议价 我觉得这个 这个方法我觉得 可能不思维 目前在台湾 法律都还没定定的时候 的一个可能的方法 台大新闻所所长洪真凌表示 完善的分论或付费合作 不仅能改善台湾媒体 营收上的困境 也可提升数位平台的服务品质 在这个数位转型的当下 那台湾的媒体的营收跟内容表现 其实受到高度的冲击 那其实整个数位广告呢 其实都转移到大型的平台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其实包括政府部门 文化部跟NCC 其实也有委托案 去做大型的媒体的产业调查研究 那今天我们就邀请这个研究团队 来做调查结果的报告 跟社会分享现在产业的现状 那同时呢 我们其实也提出了几项 就是说未来可以去解决 因应这些大型平台 跟媒体之间的公平的 溢价或者是各种的合作模式的可能 那我们希望说这些可能性提出来 让社会各界可以继续讨论 那整体来讲 我们希望说可以去改善 台湾媒体现在营收上面的困境 然后包括数位平台跟媒体合作 为了台湾的民主跟国家安全 可以尽一份心力 新闻产业与平台责任论坛 在与会来宾热烈交流下圆满成功 钟家宽平透过赞助举办论坛 也期盼能为促进台湾媒体产业 正向发展尽一份心力 记者李希会台北报道 您看过像山猪又像达摩尊者 浑南天城的天雕奇木吗 一位隐身在七堵区的奇木雅石收藏家 就收藏了数百件大小不同 形状各异的天雕奇木雅石 硬邀到家里参观的 基隆市议员杨秀玉 也惊叹大自然的奥妙 不可思议 从这边看就是一头有猪鼻 有獠牙整肢的胖山猪 但是翻过面之后 浸南又变成了达摩祖师 这块一见两面 名为山猪传奇以及达摩尊者 闻南天城没有经过人工雕琢的块木 不只物件本身神奇 被收藏的过程也是奇迹 因为这块限制六位数字起跳的 天南台湾块木 是从台湾变成漂流木 漂到日本被日本人捡起来收藏 几年前因为缘分 又被买回到台湾收藏家手里 台湾流到日本 日本人来这边 把他带回去日本的时候 没想到又回到我们台湾人的手上 最后弄到我旅国阵 阿鲁米这边 我实在讲实在话 我晚上睡觉做梦 我都在脱笑 当时这一件奇目 转到我说场的时候 我真的是 这个不晓得怎么去形容 而另外一件名为 龙凤城翔的台湾香章墓 一只龙一只凤 整体成型相得益章 我们台湾奇目创业协会 我是基隆区的会长 这一件是已经参展过好几次 每一次到场参观的人 都在挖挖叫做怎么会那么神奇的东西 一边看起来是龙 一边看起来是凤 所以有一个老前辈 就帮我取个墓名 就说叫做 这个来取名叫做 这一件宝物 取名叫做龙凤城翔 这位隐身在七堵区的 奇目雅石收藏家宇国阵 17年前因缘际会 接触到奇目雅石变成兴趣 至今收藏了数百件 大小不一形状各异 意境不同的天雕 其目雅石 应邀到家里参观的好朋友 基隆市议员杨秀玉 除了惊叹大自然的奥妙 不可思议之外 也鼓励一般民众退休之后 也可以和收藏家一样 尝试培养各种兴趣 移情养性 也希望说我们 在地的这个乡亲 如果说有退休之后 也要找出一些自己的兴趣 那我们都知道天人合一 大自然这个生物是千千万万种 它都是有生命的 那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看到 很多的这些奇目雅石 可以说真的是刚刚如我们 这个吕大哥讲的 真是画腐朽为神奇 真的很多 这些的一些作品 真的一看就让人赏心悦目 而且看着真的非常的开心 除了奇目之外 吕国正看着自己最终爱名为海门天显的广东 当纳石表示 这些天雕艺术的奇目雅石 都是大自然化腐朽为神奇的瑰宝 欢迎同好交流 更希望有一天可以在台北举办大型展览 让大家一起欣赏到大自然的精华和奥妙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感谢您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你的设计我觉得很 中家宽屏 怎么起来 行…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网上只能这样吗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家宽屏吧 中家宽屏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 中家宽屏 怎么这样 有追剧 有视讯 网速只能这样咯 不能这样 那就快换中家宽屏吧 中家宽屏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 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柜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